我們今天就從檸檬魚開始 那檸檬魚這一道菜呢 我說真的 我也不知道泰國到底有沒有檸檬魚這道菜 超市買的這個鱸魚 家裡普遍會遇到的問題就是說 盤子太小 所以我今天會稍微把它切一下 魚頭拿掉 所以我們把頭尾 都拿掉 裝面磕刀 把這個檸檬片先墊在這個盤子的下面 擺上來 加一點點的鹽巴 料理的米酒 不用太多一點點就好了 蒜頭是一定要的 5顆我覺得很夠 蒜頭我們切好之後把它放進去 小辣椒 一點點就好了 醬油一湯匙 魚露的部分會比較多 這邊會放到3湯匙 我覺得這個是它裡面其中一個蠻重要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你香菜也是好爽 拌到這個 醬汁裡面 檸檬 我個人是 多放一點 還蠻容易問說香菜替代放一點 沒有 要用香菜 沒辦法接受那個味道那就不要放吧 因為有時候你硬放 做出來 不見得是你要的樣子 需要放一點糖 半湯匙就好 放一點點就好了 讓它有薑的汁 把它放進去 把它淋上去 再帶走 12分鐘 開鍋了 薑菜的葉子 我們把它放上去 它就會變得很漂亮 會不會 你喝 煎一下 不是 有 電子 請 是 有 車子 好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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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